大家好,我是谷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素菜 西红柿炒菜花 咸咸爽口,酸甜开胃,营养还特别丰富 做法简单,一看就能学会 下面我将具体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一朵新鲜的有机花菜 先用刀从根部将花菜的花朵给它切下来 中间的杆子也不要丢掉 可以留着炒肉片,非常好吃 切下来的花朵再改刀 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朵 从杆子部分下刀 这样切出来就不会散花 全部切成小朵后 先装入大碗里面 然后加入地球人都知道清洗花菜的三件套 食盐,面粉和清水 用手给它搅匀一下 让花菜浸泡五分钟左右 这样清洗出来的花菜才更加的干净 接下来准备点木耳 加少许白糖后 再用温开水将它化开 将白糖可以缩挡木耳泡花的时间 再准备两个小一点的西红柿 用刀从顶部打上十字花刀 再放入碗中 加入开水将西红柿给它烫一下 开水烫过的西红柿 很容易将它的表皮给它撕下来 去掉表皮后 从中间切开 中间的硬心我们要去掉 去掉硬心吃起来的口感才会更好 然后将西红柿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切好之后 先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三颗去皮大蒜 用刀将它拍散 拍散后直接剁成蒜末 剁好装入碗中 准备两三根小香葱 葱白和葱叶要分开来切 先将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和蒜末放一起用来呛锅 剩下的葱叶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也装入碗中 泡好的花菜用手反复给它抓洗 将里面的灰尘以及纯暖给它抓洗出来 清洗一遍后再次用清水清洗一道两遍 洗净后捞起来装入漏栏中 泡好的木耳清洗干净后也放一起 接下来准备锅加入清水 水烧热后加少许的食盐和食用油 水烧开后倒入木耳和花菜焯水 这里一定要加入食盐 先将花菜给它入下底味 大概给它焯烫两分钟 将花菜焯至八分熟 这样的花菜吃起来才更加的脆嫩爽口 焯熟之后捞起来将水分滤干放一边备用 接着锅烧热加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西红柿 用中火给它炒一下 将西红柿炒软炒出汁水 西红柿要快速的出沙出汁水 可以加入食盐一起翻炒 炒出汁水后再下入蒜末葱花 再次一起翻炒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倒入焯好水的花菜和木耳 再来少许的生抽调味 西红柿偏酸要加少许的白糖综合口味 然后用大火翻炒 将调味料翻炒均匀 让花菜吸出西红柿的汁水 这样吃起来才更加的开胃 翻匀后加入少许的水淀粉 让味道能够更好的附着在花菜上 再次翻匀后出锅前加入准备好的葱段 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出锅 哇真的太香了 颜色也漂亮 看着都有食欲 这样一道简单的西红柿炒花菜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霜甜开胃 大人和小孩都特别爱吃 做法也简单家常一看就能学会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个赞 关注一下再走 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我是谷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